美国宣布将在亚洲部署中程导弹 为什么美防长却一改口风 前不久 美国防部长以指气势的高调宣称 将全面研发此前受到条约限制的陆基常规中程导弹 还希望几个月内在亚洲部署中程导弹 至于部署地点无非就是澳大利亚 日本 韩国等有关美军基地的国家 然而美国人有些异想天开 几天时间过去了 美国收到的全是坏消息 据悉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8月5日明确表示 尽管导弹基地的地点尚未可知 但澳大利亚不会成为其中一员 与此同时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声明 韩方对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立场没有变化 韩军内部也没有考虑此事 而且 早有想法引进宙斯顿系统的日本 却一反常态 至今都默不作声 另外 据俄媒8月7日报道 菲律宾总统在演讲中表示 永远不会同意美国在非部署中程导弹和核武器 如此来看 美国部署中程导弹的提议 几乎遭到亚太铁杆全员反对 随后 美国国防部长一改口风 目前美国还没有办法在亚洲部署中导 而部署中导一事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可能需要等待几年时间 有分析指出 艾斯珀这般灰溜溜的表态不足为奇 美国目前背负着22万亿的债务 近期频繁发动军事行动 却无所进展 光出不尽的状态下 军费早已捉襟见肘 另外 美国中程导弹的延迟技术还存在诸多困难 一时半会儿根本无法铲出有足够威胁效力的陆基中程导弹 必须指出的是 就算美国具备所有部署条件 诸俄也不会让其得逞 此前 中方外交部表态 如果美国在这一地区部署陆基中程导弹 中国将不会袖手旁观 并将被迫采取反制措施 同日 俄罗斯总统也发出警告 美国的行为或将引发新的军备竞赛 后果应完全由美方承担